炎炎夏日卻擋不住这群年过半白的传奇球星 为了备战11月登场的台日传奇球星OB赛 中华OB队20号下午首次集训 横跨1984、1988、1992年三届奥运国手们齐聚 担任OB队总教练的林华伟 教练杨庆龙以及王牌投手东方特快车郭太元都没有缺席 穿上中华队练习球衣 身手可一点都不逊色 刚刚看到杨庆龙的身手 确实技术还在 不过因为大家年纪大了 体力率量很多 郭太元他的身手完全回想不起来 他已经快手快残肺了 你们不晓得没有拍到 在我们的打击练曲的那个gage里面 后面好像没有半颗球 也就是说我投的球都很准 他们又顺利的打了出去 杨老师薄刀未老 还疑似投出蝴蝶球献煞众人 倒是被清点担任OB赛新发投手的郭太元 则笑说自己已经从东方特快车 转变成驱肩车 东方特快车虽然没练头 但在场边可没有忘记关照一下老战友 时不时把球打给在内野手背的吴副联 就连受访也要叮一下对方 因为他手背现在越来越烂 再操一下看能够好一点 跟年轻的是不怎样 但老了还可以 运动啊运动啊 已经成为教练的传奇球星们 将披上球员战袍 在11月20号与日职独卖巨人OB队进行表演赛 届时球迷将能看到昔日国际赛的精彩对决 冲出江湖 体育新闻采访报导